清朝灭亡后九大总督的结局下场 1.直立总督张震芳 张震芳是袁世凯兄嫂之弟 李鸿章病逝后 袁世凯升任直立总督张震芳开始腾打 后来袁世凯遭谈和罢免后 直立总督一直由张震芳代数 因此他成为了满清最后一位直立总督 民国成立后 张震芳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 袁世凯死后又参与张军复辟 复辟失败后张震芳被捕 后经过多方通融重获自由 张震芳晚年长居天津 于1933年并是十年七十岁 2.两江总督张勋 张勋早年参加中法战争后 隶属于袁世凯 武昌起义后 张勋奉令镇守南京 被清政府授为两江总督 清朝父王后张勋为表示效忠清士 禁职所付捡辫子被称为辩帅 1917年张勋以调停 府院之争为民 率兵进入北京 于7月1日与汤有为拥抚一复辟 但12日就被段祺瑞的讨逆军所击败 张勋逃入荷兰使馆 于1923年在天津病逝 终年69岁 3.东三省总督赵尔逊 赵尔逊历任圣经将军 四川总督 东三省总督等 武昌起义后 赵尔逊在奉天成立保安会 阻扰辛亥革命 民国成立后 赵尔逊任奉天都督 故久辞职 1927年 赵尔逊花费大量心血主编的 青史稿终于完成 同年9月 赵尔逊在北京病逝 终年83岁 4.四川总督赵尔逊 赵尔逊是东三省总督赵尔逊之地 赵尔逊调任东三省总督后 清廷调赵尔逊为四川总督 武昌起义爆发后 赵尔逊被四川都督 尹昌恒诱骗交出军权后 于1911年12月22日 赵尔逊被抓捕处决 终年66岁 5.云贵总督李京熙 李京熙是李鸿章之职 在担任云贵总督时 李京熙开办了云南讲武堂 他曾对学员们宣布 他云贵总督可以不坐 但讲武堂不可以不办 辛亥革命爆发后 李京熙被蔡厄李宋出境 于1925年 在上海病逝 终年65岁 6.梁广总督张明奇 张明奇因贿赂庆亲王一方 而升任梁广总督 辛亥革命成功后 张明奇携款潜逃日本 袁世凯执政后回国 并拥护袁世凯 复辟帝制 918事变爆发后 张明奇与白歼武 狼背围奸 勾结日本特务 如沟桥事变后 张明奇公开投靠日本 沦为汉奸 1945年9月15日 张明奇在民众的遗骗 声讨中死去 终年70岁 7.闪甘总督 波罗特生云 生云是蒙古襄黄旗人 历任敏着总督 闪甘总督等 武昌起义爆发后 生云率就步 妄图攻下西安 迎奉普仪建立小朝廷 正当全闪垂定之际 京帝普仪 忽然宣布退位 生云无奈西退 此后 生云往来于天津 大连 青岛之间 劫纳宗社党人 图谋复辟 于1931年 并是于天津 终年73岁 8.湖广总督 沃尔纪吉特瑞城 瑞城是满洲正皇旗人 历任两江总督 湖广总督等 武昌起义爆发后 瑞城弃城而逃 不久闻听 清朝政府遇至其罪 遂在逃日本 清朝覆灭后 瑞城返回上海 于1915年并是 终年52岁 9.敏浙总督 松寿 松寿是满洲正白旗人 历任兵部尚书 敏浙总督等 辛亥革命爆发后 福建省内的革命军起誓 松寿兵败 在福州的府邸内 吞金逊国 终年62岁